《黑警鹤的鸣叫声》 《黑警鹤的鸣叫声》 当时毕博士正跟CERS在藏东做野生动物调查 《黑》在中国不仅是一种稀有的鸟类 也是文化 在中国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中 鹤总是象征着吉祥、长寿和对爱情或朋友的忠贞 比翼双飞的画面很美 如果在八十年代 这更是一个珍贵的画面 因为当时黑警鹤只有八百多只 瀕临绝种 在全世界十五种鹤类中 黑警鹤不仅是最晚被发现 也是数目最少 栖息地最严酷的一种 它在中国 与大熊猫一样并列为一级保护动物 黑警鹤受到人们的关爱 不仅是因为它的稀有 更因为它是唯一生活在高原上的鹤类 每年十月初 当青藏高原进入冬季的时候 黑警鹤便会成群结队 飞到遥远的雅鲁藏部江边及云贵高原越冬 三月底四月初春季开始之后 再由越冬地返回家乡交配和繁殖 中文字幕提供 有趣的是黑警鹤和人类一样 生活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这个是四口的黑警鹤之家 小时候的黑警鹤 一身金黄色的毛 极像一只小鸭子 长大后的黑警鹤有着巨大的双翅 黑警鹤容易被无知的农民误认为大燕鹅而被猎杀 有农民说 他以前没鸡吃就去打燕鹅 还有人把鹤的翅膀 拿来做稻草人手中的扇子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老猎人说 1984年曾经有人一口气猎杀了四十八只黑燕鹅 这样的事实实在令人感到痛惜 每年黑警鹤到南方越东 正值田里收成 它们捡食田里收成剩下的马铃薯 可是当春天来了 农夫剥下的种子 也常常成为黑警鹤的副中物 黑警鹤需要沼泽地来栖息 农夫却必须将沼泽地变成耕地 以养家活口 令黑警鹤的栖息地越来越少 在贫困的乡村 黑警鹤跟农人争食物 争地盘的情况经常可见 黑警鹤有这么一个浪漫的传说 燕鹤夫妻恩爱 长寿吉祥 他们成对而来 结伴而去 万万不能打他们 如果打死其中一只 另一只就很可怜 行孤影丹 无依无靠 在别的鹤吃东西或睡觉时 孤鹤只能为他们放哨和守夜 终日孤苦 直至悲惨地死去 可惜这个传说已经不再流传 在汉民族的中原文化中 鹤一直都是长寿吉祥的象征 中国人羡慕鹤的成双成对 以及对爱情的忠贞不二 古人银丝作画 鹤也总是扮演着脱俗填养 高风亮节的正派角色 藏族流传的史诗中 格萨尔王的忠贞马夫 就是黑警鹤的化身 传说中 老子仙游也是成鹤而去的 毫无疑问 鹤在中国 不只是一种姿态优雅的鸟类 更是一种文化 CRS相信 保护黑警鹤也同时保护了自然与文化 从1988年起 CRS的足迹就紧紧地跟在黑警鹤之后 从未间断 CRS的同事曾长期在繁殖地和越东地 做野外研究工作 并在其间收养过一只黑警鹤孤儿 并成功养活 在进行这些观察的同时 CRS也在巡殿、大山包等保护区 进行弃而不舍的教育推广计划 CRS带着自己制作的教材 到学校做保护黑警鹤的宣教工作 除了课堂的教导 还带着学生做野外观察 因为只有当这些最前线的农民 也一起来保护黑警鹤 黑警鹤才能免于灭绝 教育推广的结果是令人鼓舞的 孩子们曾自发地在市集日上街 大声宣传要保护黑警鹤 现在我们再也没有听说过当地有猎鹤的情形发生 以巡殿这个黑警鹤最难的跃动点为例 黑警鹤的数量已从以前的六十多只增加到近百只 实在令人兴奋 对于黑警鹤的保护 就像很多CRS的探险一样 是不会有结束的一天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